主料,韭菜100克,鸡蛋一个,饺子皮200克,辅量,油,盐,五香粉半勺,花椒有几滴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好鸡蛋,加盐打散,锅加油,倒入蛋液,双面煎熟盛出,准备好韭菜洗净,韭菜切碎,鸡蛋切碎加入韭菜里,加盐,油, 五香粉,花椒油调匀,准备好饺子皮开始包盒子了,包好所有的盒子,电饼称帅油,摆上盒子,加少许水上面煎至,两分钟后打开,翻面再煎一下,加入装盘,烹饪技巧 一,鸡蛋煎好,凉好再切碎,二自己做的面皮会比较好和大哥一点,也可以买现存的饺子皮做,三,煎的时候可以加少许水上面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